这个睡那个也睡 大家一起睡 瘦山动物园里呼声四起 尤其来看看台湾黑熊Bobby 睡到翻肚嘴开开 还用手遮太阳 整个人模人样 不少网友笑说 过年值班太累 补班日Bobby直接耍废 来看看过年时 人家Bobby有多敬严 站起来头抬高高 跟游客say hello 这么认真上班 也难怪过年获得补班日 直接睡翻 不只Bobby还有像是豪猪 也慵懒的趴在台阶上 晒太阳补眠 狮子犀牛也都糊糊大睡 过年上半是有多累 整个睡成一片 原方说其实是跟天气有关 我们现在这种天气 其实对我们他们来讲 是非常的温暖 舒服的 所以其实这个季节 我们来高雄来东元参观的话 很有机会可以看到 它比较慵懒 可爱的一面 所以实际走进园区来看看 黑熊也是睡母狮子在渡孤 不过游客还是觉得很可爱 可能连续消耗太多体力了 见太多客人这样 就是因为它可能太热了 然后就躺在那里耍废 另外寿山动物园也搭小鸭热 近期只要秀出 跟黄色小鸭的合照 入园就免收门票 在黄小鸭到2月25号 最后展出的倒数刃 希望再冲一波入园人潮 华市新闻秋军品简玉林高速报道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